眼睛晶体植入手术的利与弊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王炳 西安市第一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 眼睛晶体植入手术 我们现在常说的有两种 一种是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术 还有一种就是白内障手术 我想这个问题咨询应该是 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术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ICL 那么目前这个晶视眼度数是没有办法降低的 但是可以通过手术的方法来降低这个晶视的度数 那么手术的方法包括两大类 一个是角膜类的手术 另外一种就是这种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术 就是说是它把这个你的这个眼镜 外面戴的框架眼镜 缩小成一个小小的人工晶体 放到你的眼睛里边去 这样子既起到了矫正视力 又能达到美观 那么在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呢 我们就建议一定要进行相关的检查 包括你角膜的厚度 前方的深度 因为这个有晶体眼人工晶体植入术之后呢 它有一定的并发症 包括这种加速你白内障 然后导致你清光眼 所以一定要再进行相关的检查 一定要前方深度合适之后 然后才能进行这个手术 那如果进行这个手术之后呢 也一定要尊大夫的医嘱来进行随访 包括眼压等问题 它的好处就是你可以不用戴静架眼镜了 同时也没有进行角膜的这个切靴 保证了角膜的完整性 那么就像是一个镜片一样 放到眼睛里边了 那你日常活动也很方便 它相应的弊端就是说是 有可能会导致激发性的清光眼 眼压升高 有可能会加速你白内障的这个速度 感谢观看